朝鲜的前世今生十四 提起国产的抗日神剧 很多人马上想到的可能是手撕鬼子 和裤裆里藏手雷等经典桥段 但大部分吃瓜群众也只是把它当作娱乐的荒诞剧看看 然而当我们去寻找韩国的抗中神剧 竟然找不到代表作 不是没有 而是几乎每部和中国有关的朝鲜历史剧 都在肆无忌惮的歪曲中国历史 毫无底线的丑化中华民族 大意凛然的剽窃中国文化 当然了 中国长久以来都是朝鲜的宗主国 确实有趾高弃扬内面 但是中原王朝 特别是大明王朝 对朝鲜王朝的呵护 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而真正赤裸裸的祸害朝鲜民族 和璀璨朝鲜王朝的 却是同一时期的日本 实际上朝鲜被日本骚扰的历史由来已久 14世纪中期 日本进入了南北朝分裂时期 一些战败的南朝大明 开始组织武士 浪人和少量的高黎人 在朝鲜半岛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孤闻王时期 高黎被倭寇欺负的不要不要的 连明朝老大都看不下去了 根据高历史 孤闻王释迦记载 朱元璋曾向孤闻王传达过一道手谕 教导孤闻王对待倭寇不要心慈手软 抓住后直接给淹掉 但现实中高黎军队总是被倭寇追着打 孤闻王于是恳请朱元璋 传授火药配方对抗倭寇 火药制作是大明的国之重器 精明的老朱变相拒绝了高黎的要求 但是老朱也确实有做大哥的风范 尽管当时的高黎和蒙元政权 藕断丝连 老朱还是很大度的向高黎提供了火冲和火药去杀倭寇 大明的先进武器确实解决了高黎的燃眉之急 尝到甜头的高黎更加迫切需要大明的火药技术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叫崔茂轩的高黎人开始展露头角 官宦出身的崔茂轩是一个科技爱好者 自从他见识到中原的火药后 便千方百计的寻求火药配方 火药是中国唐代炼丹道士无意间发明的 宋朝以来火药曾多次用于军事 但是火药成分一直是中原王朝的高度机密 功夫不负有心人 崔茂轩通过走私获取了中国的黑火药配方 不过这位著名的科学家似乎不怎么灵光 他搞了二十年实验硬使没弄出火药 最终还是通过贿赂明朝工匠李源得到火药制作方法 在高黎王王屋的支持下 崔茂轩开始为高黎生产火药 并制造出各种火药武器 为高黎的抗窝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崔茂轩也成功取代中国 被某些大言不惭的韩国公知确认为火药发明人 李承贵建立朝鲜王朝后也十分重视火器制造业的发展 为消除倭寇的危害 李承贵一方面和日本地方军阀进行交涉 一方面武力抗击倭寇入侵 欠揍的倭寇在这段时间内被修理得服服帖帖 基本不敢骚扰朝鲜 李承贵死后 倭寇又开始祸害朝鲜了 1419年初 倭寇不断窜入朝鲜 疯狂掠夺 甚至烧毁朝鲜兵船 但这次倭寇又踢到铁板了 此时的朝鲜世宗李涛 比太祖李承贵还狠 直接派兵杀入倭寇老曹 对麻道 痛扁倭寇寇 倭人首领被迫投降 并保证不再骚扰朝鲜 这便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几害东征 也是朝鲜唯一一次主动向日本发动的军事反击 世宗李涛是这次战争的发起者 也是朝韩两国公认的民族英雄 韩国发行的一万韩元正面图案就是李涛的头像 其实李涛被如此推崇不完全是因为他的抗日事迹 而是他召集学者创造了燕文 也就是现在的朝鲜文或者韩文 严格的说燕文应该是朝鲜文字母 相当于中文的汉语拼音 由于朝鲜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 官方使用中文书写 平民多是文盲 燕文的创造只是为了让平民也能读懂文字 即便作为燕文的创制者 李涛本身也没有把它当作正统文字 所以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 韩文或者说朝鲜文都没有成为朝鲜半岛的主流文字 世宗李涛在位32年 朝鲜王朝的各个方面都获得了长足发展 可惜的是 在世宗、士祖、成宗等几位贤军之后 朝鲜的国军要么荒诞 要么平庸 国内政治昏安 内斗惨烈 农民起义也是屡屡发生 朝鲜王朝步入了衰败期 而这个时期 也正好是日本军阀纷争的战国时代 不过1588年 日本太阁封城秀吉基本统一了日本 经过上百年的战乱 日本的经济几乎崩溃 封城秀吉虽然登上了权力的最高舞台 但他出身卑微 很难获得世家大族的认可 为了提升自己的政治威望 转移日本国内的经济矛盾 封城秀吉决定发动一场对外战争 准备依次征服朝鲜、中国和印度 1592年4月 日本发兵20万拉开了侵略朝鲜的序幕 战争初期 日军势如过如 一个月内就攻陷朝鲜京城 三个月后 朝鲜基本沦陷 朝鲜国王李延逃入中国境内 向明朝求救 这一年是大明的万历二十年 曾经历滥狂澜的一代名臣张居正 已经辞世整整十年 万历皇帝名神宗摆脱了老张的呵护后 开始不务正业 更是创下了三十年不上朝的历史记录 大明的底子再后 也经不起这位万历老爷的折腾 明朝军队的整体战斗力是直线下降 大明杰出的军事家齐济光 也因为是张居正的治交 而受到万历皇帝的排挤 抑郁而终 然而明朝的皇帝 无论多么荒诞 都不缺乏勇气 面对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队 万历皇帝立即下令出兵元朝 遇敌于国门之外 1592年7月 第一支三千人的先头部队 迅速赶到朝鲜战场 结果敌众我寡 全军覆没 吸取教训的明朝政府 任命老将李如松为东征提督 领兵四万 再次渡过鸭鲁江 抗日元朝 这次元朝 明军配备了先进的 弗朗机炮 武吨炮 灭鲁炮 等数百门火炮 而日军的装备 就相对落后了 虽然日本的火城枪 性能比大明火冲 稍好一些 但日军没有威力强大的火炮压制 然而日寇大都经历了内战的洗礼 凶狠 残暴 军人素质高于明军 但战争最终拼的还是国家实力 大明虽然开始衰败 但军事和经济体量依然远远超越日本 这四万元朝军队 是从全国抽调出的精锐 其中还包括三千来自江浙的齐家军 中国古代只有两支用主将姓氏命名的无敌军队 一个是岳家军 一个是齐家军 岳家军是靠岳飞的个人魅力 整合大量名将组成的精锐部队 而齐济光简直是个军神 他硬是把一群来自浙江义乌的农民和矿工 训练和装备成无敌之师 岳飞被害后 岳家军就散了 而齐济光离职后 齐家军 依然应用善战 后来的元朝战争 也再次证明齐家军总能在关键时刻 像一把尖刀直插日扣心脏 1593年正月 明朝东征大军濒临平让 经过三日激战 日军大败难逃 一个月后 明朝军队便收服了朝鲜大半国土 按史料记载 明朝当时的战略重心 是镇压波州叛乱 和压制青海蒙古部落 元朝的兵力远远少于日扣 避体管制战后 中日便形成了对峙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 日扣入侵朝鲜时 虽然朝鲜陆军几乎没有战斗力 但朝鲜水师在民族英雄 李顺臣的统领之下 奋勇杀敌 先后在玉谱 四川和咸山岛等海战中 痛击日本水兵 从而夺取了制海权 而失掉制海权的日军 很快出现了补给困难 为了保住仅存的战果 1593年6月 日本派史杰到大明求和 讲究大国风范的明朝 开始撤军 崇尚强者的日本 把朝鲜拒之门外 直接和明朝进行谈判 这让朝鲜国王李延很受伤 虽然李延万分感谢大明的援救 和帮助他复国 但暗中对没有朝鲜参与的议和 很是不满 此时日军依然占领朝鲜南部四道 无法接受明王朝 要求日本撤离朝鲜的要求 谈判只是日本为进一步侵略 争取时间的计量 饱受日寇欺凌的朝鲜王朝 能否再次度过难关 我们下回分解